而为了减少渔民赖以为生的船破受损 维护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华林县长徐真卫15号亲自前往封冰箱 新设小湖船奥以及实体渔港 关心老旧设施设备的修缮与地景规划 并提出相关的修缮建议 期盼尽快办理施作 提供便利完善的渔货运输通路 以及观光油气场域 为了减少渔民赖以为生的船破受损 维护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华林县长徐真卫亲自前往封冰箱新设小湖船奥 以及实体渔港 关心老旧设施设备修缮与地景规划 并且提出相关的修缮建议 期盼尽快办理施作 提供便利完善的渔货运输通路 以及观光油气场域 那为了第一个渔民使用上的安全 还有我们整个实际瓶以及小湖船奥的部分 那今天来看这个两个地方 希望能够对于环境提升 还有安全性的提升能够做一个整体的规划 我们的这个渔民朋友 给我们很多宝贵的意见 为了保障渔民出船使用的安全 以及整体环境美化的提升 县府宇峰冰箱公所积极配置整体的规划 其中也参着在地渔民提供的宝贵意见 增加在地居民休憩活动空间 活络周边产业发展 创造商机吸引投资 创造地方繁荣的愿景 那当然我们也会有一些是关于我们的九合局的部分 安全海岸提防安全的部分 我们也会跟九合局一起共同来讨论 如何保障渔民 还有我们乡亲的这个生命产产安全 那对于环境的提升的部分 花莲县政府和我们的这个蜂蜜箱公所 我们一起会共同来努力 因为部分长域管理权责单位是第九合川局 他指示县政府相关单位协调九合局规划整体的场域 并请会同管理 并请会同管理顾问团队现场会刊跟讨论 完善周边的环境维护 以及设施改善等等 来保障渔民的权益 记者高双双 封冰箱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封冰箱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封冰箱采访报导